各位观六甲大白 最终改善港庭 今天当初 搭造新港马祖问候最环境的新气象 这是各位观收择与地下 现地 主人生物处理同样 中党五战改善为近中五战 准备后再白红到六甲大白 专顿有地下准水 第最美化的工人 在新港宏天宮马祖廟有最款文化的会计 未来新港公航水政党 总有一款新气象 这边我们有一个模型 该观六甲大白 最终改善港庭 今天当初 搭造新港马祖问候最环境新气象 该观六甲长梁 立委担民闻 韩波署 副司长 创红队 以及乡丁任务省 新港宏天宮 党室长和丹红 定贵宾 既安当初 这是该观收择与地下 现地 主人生物处理同样 从党污染改善到均重污染 政法以后在白红六甲大白 专顿有地下准水 第最美化的工人 都在底下 就是说你看不到任何的 那个水质进化场在上面 那上面是什么 上面还是原来的绿地 观六甲长梁表示 主体港庭经费 新台幅六千五百万 将民生与人生需要的污染 白红改善 用井水工发 真正新港乡 水液 休闲 环境 那确实有所谓的水质整治的问题 因为有很多的畜牧汇水跟生活污水 那往六甲大牌 那新港又是一个观光圣地 也是一个宗教的圣地 所以每年有这么多外来客到这个地方来 那里面都靠近新港的公园 所以这段水质改善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就跟环保署争取相关的经费 总经费是六千多万元 环保署支持我们四千五百多万元 那一起想要用生物的方法 那可以让这个水质改善 那目前已经所有的经费跟设计都到位了 所以今天这边用洞土典礼 那我们希望那未来把这个地方建设好 然后让这个生活污水 可以经过生物处理的方法 然后再排入到大牌 那我想这对水质的改善 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而且整个的工程完全地下化 所以看到了反而是可以啊 顺便改善景观 所以谢谢 所以各界的努力跟谢谢中央 那我们把六角大牌在新港这一段的污水处理 可以做一个非常好的处理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来努力 让大家可以到河川 去亲近河川 在水旁边去可以去 去做休闲活动 这个才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让我们这个居民 可以到这个水的旁边去做活动 可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一个活动空间 那这几个在台湾 几个地方已经都做起来了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个 那嘉义已经开始在做 第一次已经开始做起来 等到第一次做出来以后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开始说这个地方很好 我记得在其他城市也是一样 第一次做起来以后 大家都抢着药 所以就是变成是后面大家就会 所以我们有些欧布水都会败为六甲 大牌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 我去把我们 传播室 正出前三七万 四千几万来配合 所以这总共的年六千五百几万 我们来做这个 我们的六角大牌的一个水族改善 我想这对我们未来 这一个改善很大的帮助 在新港风天窘 马祖廟有最款文化的细节 未来在新港港行水情厅 中有一款水牛加义生气象 世心新闻出品堂 新港兄 蔡宏布德 放这个字幕 解类 Thomas ve 终于 要 终于 一 终于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